比赛一开始,主场作战的江苏队就发挥出了自己的网口优势 不管是防守还是进攻,都能够有效地限制住对手 有时候不用发力轻松地给一个后场也能取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球队一度取得了12比9的领先 不过此后,他们判若两队 一传连续出现问题,球队大部分时间只能选择调整攻和无攻过往 让对手连得8分,以18比25先丢一局 第二局比赛,江苏队遗传质量有所提高 球队也能发挥出自身优势 不过到了18平之后的关键球,球队再次丢了状态 22比25,江苏队0比2落后 而在第三局,江苏女排一直都处于追分状态 大比分落后的她们没有获得太好的机会 以21比25再丢一局,大比分0比3告负 三场比赛打完,球队总比分1比2落后 从上一场2比0领先时遭遇逆转输球到本场0比3告负 江苏女排需要好好地总结了 另一场半决赛 天津女排3比0击败辽宁 总比分3比0率先进击本赛季女排超级联赛的决赛